点击4 点击OK 光站进来了稍微等一会儿 然后把这个控制界面掉出来 就这个图表 控制界面 点一下 控制界面就掉出来了 舒适连接的时候 需要把IPD字改一下 这个地方 网络 打开咱们的网络连接 找到以太网 更改 视频器选项 以太网 双击 找到属性 然后找到IP协议4 使用一下IP 就把IPD字改一下 嗯 国外也改这个固定的IPD字吗 对,国外也要改这个固定 对,国外也要改这个固定 噢 噢 噢 打完以后只往要么点一下就行了 这个IPD字是固定的 然后点下确定 确定 把这个界面关了就行了 把这个多余的界面都关掉就可以了 这里有了预测圈一点 这表示 软件已经不去到仪器的信息了 双击一下 这个软件就联机成功了 哦 跟原来的不一样 原来那个不是还得弄一个细体创造 对 这个就没有了 主要是看左下角那个小灯 主要看有没有这条小绿灯 把IPD字改过来 这个小绿点就能收到 收到以后需要双击 双击以后联机成功 它这里上就获取了仪器的温度信息 和检测器的信息 设置完以后呢 需要在这个程序里面 在系统里面 找到咱们的时间程序 时间程序 打开时间程序 要设置一下 根据咱具体的使用 一般的话 九主分的嘛 那这个 第一个时间是两分钟 相应的检测器选TCD 下面的这个 是四分钟 相应的检测器选IPAD2 正面呢 B通道 也是14分钟 相应的检测器选IPAD1 就把这三个检测器整合一下 点一下这个应用就可以了 点完应用以后 这个界面的停止时间 都改一下 14分钟就行了 嗯 都是这么设是吧 对都是这么设 它那个2分钟14分钟 对 那个都是固定的 嗯 这个停止时间 三个通道都要设置一下 12 14 对对 你点一下这个图标 它的这个名称 这是TCD的通道 它是它的显示界面 再点一下FAD2 就有FAD2通道的一个显示界面 每一个通道的都有一个停止时间 都需要这样设置一下 这样的话 这个 你设置一下就都同不过去了 对 你设置完以后呢 就设置这一次就行了 好 它就固定不变了 设置完就OK了 这个可以随时设置随时干 一般咱根据咱 咱这都是标准的 你就设一个标准时间就够用了 然后再到达这个 软件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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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选项里面 这个地方 有一个 也有一个切换 交换 点一下最后面的交换 这个时间呢 一般是0.1 这个是5分钟 这个再勾选一下 结束以后把这个相应的普通架接到当前通道后面 就这个意思 点一下 插合 这样的话整体的这个软件就设置就差不多了 这个是对普通架 这样以后的一个设置 对普通架的一个处理 根据你出的风高低大小 设置一下 这个时间的宽度 20分钟一般就够了 这个 量层的大小 一般的话不超过100 50 50 100之间都可以 设置一下 这个基本的这个界面设置就OK了 就到这个地方 OK OK OK